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今天可能就确定了 确定了之后接着就交接了 因为这一次呢保守党他在选党魁的时候 他做了几个选举上面的调整 他们过去是你只要有20位的这个国会议员提名你 你就可以去进选首相 但是这一次把那个门槛调高到100人 那他们也有国会议员有300多位嘛 所以呢你100个人你才能够被提名 所以你最多只会有三位 不会再像上次这样 从第二位选到五位再选到四位再选到三位 最后选到两位这样子 然后再由党员来投票 他不会了 他这一次就是要希望能够很快速的解决问题 因为他们已经承受不起再进一步的乱象了 然后呢在22号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苏纳克他其实他早在上个礼拜 一开始他就很快过100块100的人门槛了 就是超过100个议员 现在不知道是150几还是多少人啊 就是就就就就提名他 换句话说 接下来剩下来的国会议员当中 最多只可能产生一位候选人 所以苏纳克最多只会有一位竞争者 那大家都猜的是Boris Johnson 因为Boris Johnson他也确实从度假 然后赶快的赶回英国 可是在22号的时候呢 大经济舱 对对对 也买不到 多急啊 Boris Johnson跟苏纳克见了一面 见完了之后呢 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 他宣布他不竞选首相 虽然很多支持者都支持他 他说但是呢 他觉得现在一个团结的保守党 比较重要 所以当然Boris Johnson这个决定 我觉得不只是跟苏纳克谈定 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有很多保守党的议员 对于Boris Johnson他造成今天保守党的局面 是不能原谅的 所以就扬言 如果Boris Johnson真的当选首相的话呢 那么他们要退党 我觉得对于Boris Johnson来说 万一这些人退党了 然后导致国会要这个现在立刻重新改选 而这个立刻重新改选 他们一定输得很惨嘛 那他不愿意去担任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是最后执政末日的首相 所以他干脆就跟苏纳克 我相信有一些交换条件 可是苏纳克确实相对于这个Trups来讲 他懂财政 他曾经在Goldman Sachs来过 所以他对于金融方面是非常熟悉的 这是为什么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主张的是加税而不是减税 那么可是问题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加税是不讨好 所以一边是经济衰退 一边是通货膨胀 一边是财政纪律 然后一边是刺激经济 这两边走的那一个平衡线是很困难的 苏纳克真的能够救英国吗 其实有点讽刺 一个印度裔的英国人要来救英国 嗯好 当然呃我们我们先看Boris Johnson 因为特拉斯当Boris Johnson下台的时候 他确定要下台的时候 几任的首相候选人里面 Boris Johnson本来就是挺特拉斯的 特拉斯的背景 特拉斯的人脉 甚至于很多人就把特拉斯当作是Boris Johnson的傀儡 嗯是是是 OK他跟他的路路数虽然就说减税啊 这些路路数的不不见得呢 完全一样 这个呢并没有戏谈过 可是在内部政治上面 Boris Johnson的等于呢 就是呢把指挥权呢 交给了特拉斯 你要你要把他们当作是同一挂的 我觉得基本上理解也没也没有什么问题 跟苏纳克呢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说 Boris Johnson千里迢迢的 赶着搭买经济舱的票呢 回来 那本来在度假 你看欧洲呢乱成一锅粥 可是他他在加勒比海在度假 赶回来 你如果他在天铁桃赶回来 他不想当首相 他当然想啊 对他当然想 那赶回来了之后 他为什么跟苏纳克见了面之后 因为他就就就就放弃了 那讲冠冕堂皇的话 怕怕保守党会分裂 保守党当然会会分裂 因为苏纳克上一次就已经得到了多数的国会议员的支持 如果不是最后的党员票 苏纳克本来就应该在国会里面居多数 他的肤色真的很不受党员的欢迎 可是这一次的这一次的党魁的选举不会有党员投票 基本上就看你几个人 如果一个人那就是你 如果有两个人 那那就是一员投一次票 如果三个人 那就是两轮投票 先刷掉一个 但是因为苏纳克已经拿超过150席 估计呢 就就不会有第三个人 所以那个叫麦当特 很很快的呢 就是就退 他根本就没有表态 所以就只有剩下呢 Boris Johnson 好那 强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态 他说那他还是 他还是视食物者为俊杰啊 你要知道强身是随时都想要回到唐宁街的人 他我猜讲他心里面就就是 我希望我把自己打扮成了英国的安倍 像安倍一样 第一任的不很长对不对 可是我第二任做多久啊 我是可以再回来的 但是如果他这一次呢 跟跟苏纳克呢 在党员投票的时候拼到底 最后输了 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他赢的机会不太大 两个月月前 你才刚下台 而且下台的时候灰头土脸 大家难道都忘了他怎么下台的 那是政变啊 是你的阁员几乎都辞光了 一线二线三线的阁员几乎都都辞光 整个内阁就几乎剩你一个了 在这种的情况下面 这样子很黯然的离开的 两个多月之后就回来 那自民党算算什么东西 自民党终究会想说 那我还我还像个党吗 两个月之之前大家呢 义政迟严的拿着道德的大旗 你把他赶住唐宁街 两个月之后 难道就因为 就因为呢特拉斯呢 四十四天走了 然后就必须要把这个被赶走的 再马上请回来 没有道理 何况苏纳克在有关于财经政策上面 因为特拉斯的作为证明 苏纳克原来判断是对的 那眼前对英国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把英国的金融 经济呢能够稳稳下来 所以苏纳克在这方面来讲 当然会被寄予厚望 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拼到底 第一个我觉得强生赢的机会不太大 他会影响他的政治未来 输给苏纳克对强生来讲可能是致命的 衡量一下之后那干脆不要 与其跟你苏纳克在这个时候呢 去巅峰队对决败在你苏纳克手上 以至于接下去 我要再回到唐宁街的机会呢 都都断送 那我不如就先退一下 就让你苏纳克玩 可是因为波斯江森的表态 我认为 我认为苏纳克这一任不好做 他党内就会有很多扯后腿的人 不用说不用说整个的 整个整个的政府部门 党内就会有很多扯后腿的人 我们说的强生虽然辞掉了首相 他还是议员啊 他是内阁制的体系 内阁制的体系里面 三百多多个 虽然你现在是第一大长 三百多个人 我要在里面挑一些人 摆在重要的位置上面 能挑的不多啊 几乎呢 该该该做 大家轮流都做一遍了 你还能够玩出怎么样的把戏 所以 我觉得保守党的这个任期 我是很悲观的 尤其苏纳克的印度裔的背景 或许当个财长 去解决了一些的金融财务方面的问题 大家可以听他的一些专专业的意见 这个OK 可是你做首相的时候 对外领导英国 对内你要你要解决解决大不列颠的分裂的危危机 我就很怀疑了你要知道这种 虽然他是印度裔的英国人他终究是因为印度裔嘛 被另眼相相看嘛 可是其实是一个太有钱的印度裔的英英国人 我坦白讲印度印度印度最近跟英国的关关系是很紧张的 就是除了双双双边的英国跟印度之间要谈个自贸易协定都谈不下 英国的脱欧了 英国脱欧之后呢 最想要赶快把大英国国协通通签下来 五十几个国家他们自我催眠说 我如果把大英国协的五十几个国家都签了自由贸易协定 我还是非常大啊 印度都签不下来 第二个女王过世的时候莫迪都没到呢 是 连拜登都到了莫迪没有到莫迪宁可去参加安倍的葬礼都没有去参加女王的葬礼 那不是很怪吗 英国跟印度的关系是很紧张 他影响到英国人对于一个印度裔来领导英国的那个正当性 我觉得在大部分的这种老白男里面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我只是觉得苏奈克应该会用很精英的方式要去解决一个对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对的方式英国人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他们要吃大苦头了 对啊